美国首都华盛顿 有许多标志性的著名景点 值得参观 其中阿伦顿国家公墓 南军纪念碑 是最能引起人们感悟的景点之一 在这里可以重温美国内战 特别是内战后 美国南方北方和解的历史 也许你要停留的时间越长一些 因为需要细细品味 阿伦顿国家公墓 是美国最大的军人公墓 能埋葬在这里 意味着巨大的荣誉 进入公墓 你置身于墓碑的海洋 一排排洁白的墓碑 就像整齐排列的士兵 正准备出征 16号邻区 是阿伦顿国家公墓中 最小的一个邻区 但这里 藉由美国纪念任何一次战争 战死者的最为不寻常的纪念碑 而他的最特别之处是 这是在国家公墓内 一片专门埋葬 美国内战期间 南军战士的邻区 482位南军战士 或他们的家人 昔日 他们成为视为国家的敌人 叛乱者和战败者 在这里 与40万名美国军人 国家的英雄 成年在同一个陵园 不像公墓内 其他邻区 墓碑直线排列 南军邻区的墓碑 环形排列 辐射状排布 南军战士的墓碑石 与北军战士 和其他美国军人的碑石 二者的尺寸 材质完全一样 只有一点明显的不同 就是南军墓碑的顶部 是尖角 而其他瞄准墓碑的顶部 都是圆弧形 一个传说是 当时南方人认为 在地处北方的 这片南军陵区 这个尖角 可以防止北方楼 坐在墓碑上 亵渎他们的亲人 和其他内战士兵 墓碑标记一样 名字都拱形排列 刻有部队番号 和升竹年月 然而 不像其他墓碑上部 刻的是宗教标志 南军墓碑上部 显眼地刻的是 当时南方政权 美利坚联盟国的 十字标志 如果是夫妻合葬墓 妻子的姓名 刻在墓碑的背面 所有墓碑的正面 都面向灵区中心的 南军纪念碑 南军纪念碑 高9.75米 上面是一个青铜铸道的 象征南方的女性形象 她面向南方 头戴 橄榄枝花环 左手 持月桂花环 伸向南方 向她倒下的儿子 表示敬意 她右手 握茧之茧 伏在梨 把手上 这一切 声动全是圣经的话语 化简 为梨 绒毛 为简 她站立的基座上 刻召四个 骨灰蚌 屠浮雕 表示内战的四年 有十四个 内星顿灰的世代 表示南方联盟的十三州 和知识南方的马里南州 世代下 圆形基台上 是三十二个 真人尺寸的人物形象 基台正面 是披盔甲的米涅瓦 米涅瓦 是古罗马的战神 和智慧之神 她正参扶一个 倒下的女性 这个女性 也代表南方 她卸一在 醒目的写有 宪法字样的盾牌上 几主人物 描绘南方民众 战争中的奉献 一个军官 正要离去 他的爱人 给她一个 最后的拥抱 铁匠 放下铁簪 忧郁的妻子 看着她 牧师 和她伤痛欲绝的 妻子 与英征入伍的 还是个孩子的儿子 说 在店 还有一些 有争议的人物形象 一个白人战士 亲们抱在黑人 保姆怀里的婴孩 黑人 黑人奴隶 追随她的白人主人 上战场 其他海军 和陆军战士形象 代表南军 各军兵种 在不规则 八角形 底座的正面 用浅浮雕 刻着南美战争期间 南方 美利坚 联盟国的国喜 国喜下面 是敬见者的献词 献给我们 死去的英雄 南军 女儿联合会 敬献 接着 是拉丁文的 祭词 拉丁文的大意识 众神 垂顾圣地的事业 卡托 却崇敬失败者 这引自古罗马诗人 路肯的诗 他说的是 公元前49年 罗马议员庞培 企图阻止凯撒 成为独裁者 尽管他失败了 伟大的哲学家 和政治家卡托 还是高度评价 他的壮举 底座背面 是纪念碑的名文 不图声誉 或奖赏 不图地位 或品级 不受野心诱惑 不受利益驱使 纯粹 遵从一份责任 当他们认定他 这些男人 承受一切 付出一切 面对一切 直至 献出生命 迈基姆 敬基姆 是原南军 垂军 牧师 关于南军纪念碑的争论 从未间断 有人认为 它是国家和解的标志 另一些人 这人认为 他是拥在南方 分裂主义的 活教材 不过 纪念碑 还是被广泛 看作是国家和平 和解 重新统一 和希望的象征 实际上 南军纪念碑 修建 过程 本身 就是美国民主 和解 历史的 生动 缩影 在成为零元以前 阿里顿国家公墓 原是 南北战争期间 南方军事统帅 李 的主才 1861年 李投奔南方 被任命为将军 美国政府 没收了他的房产 和土地 1864年 联邦政府 将其用作埋葬 政府军 在内战中 死亡将士的灵地 据说 也是为了让李 和他的家人 永远不能回到 这片土地 墓地 第一批墓穴 是由一名叫 詹姆斯的黑人挖掘 他原是奴隶 1864年 公墓附近地区 灿烈战争 造成巨大伤亡 许多南军 也埋进阿林顿 就散落地 站在战场上 他们的敌人 进旁 1865年 军需部长 梅格斯 决定在阿林顿 建一座纪念碑 埋葬内战中 北军 死亡教师 在华盛顿地区 半径58公里 范围内 收集到了 2111具 遗害 有的是全尸 有的 只是部分肢体 但军 无法辨认身份 也确认不了 是南军 还是武军 尽管 梅格斯将军 不想 收敛南军 但无法辨认 死者身份 意味着南军 和北军战士 遗体 都一起埋在了 梅格斯 建立的 纪念碑下 这就是现在 阿林顿国家公墓的 内战 无名战士 纪念碑 1868年 南军家属 请求在 祭扫日 在他们 亲人墓前 现花 联邦政府 不允许 祭扫在 阿林顿的 南军墓 梅格斯 命令这些家人 不得进入 阿林顿的陵园 1869年 一些北军老兵 守护在 阿林顿 确保在 祭扫日 南军墓前 没有 祭扫过的痕迹 阿林顿公墓 也不再允许 南军入障 许多南军墓 日渐 破败 荒芜 1898年的 十州 美国 西班牙战争 标志 内战后 南方和北方的 美国人 第一次 与共同的 敌人作战 许多南方老兵 组成志愿军 同北方兄弟 一起战斗 原南军著名 骑兵将领 惠勒 被任命为 志愿军 总司令 南方志愿军 成为美国取得 战争胜利的 重要因素 1898年12月14日 在亚特兰大举行的胜利庆典上 美国总统麦肯雷 在总结美西战争后 谈到北方和南方的和解 并宣布 联邦政府将照料南军领地 在我们不幸内战中的 每一个战士的墓穴 都体现了美国人的勇敢 总统说 从今天起 政府将和你们一起 照料这些南军战士的领墓 麦肯雷的讲话 鼓励许多南方人 寻求更多对南军领墓的照料 一位原南军军医路易斯 编制了阿雷顿地区 所有南军领墓的清单 他和其他南军老兵团体 向总统麦肯雷 递交请愿书 请求将埋葬在阿雷顿 和附近地区的南军将士 牵葬到一个专门的南军领区 1900年 国会批准在阿雷顿国家公墓 建立正式的南军领区 不过1900年6月以后 一些南方的妇女组织 却极力反对任何南军墓 留在阿雷顿 这些妇女组织认为 南军将士就应该归葬在南方的土地上 南军家属也没有必要 祈求政府的恩惠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 路易斯争取到许多原南军高阶将领 和南军老兵团体对他计划的支持 原南军阿拉巴马步兵军团将军赫伯特 力挺这个计划 赫伯特于1877至1893年任国会预言 并曾在科里夫兰总统内阁担当海军部长 他兄变指出 将南军墓留在阿零顿 比将这些墓迁回南方 会对公众产生更巨大的影响 路易斯的策略取得成效 签障 从1901年4月开始 4年10月完成 尽管1900年 南军签障法案 完全没有提到建设南军纪念碑事项 然而战争部的官员 却在邻区设计图子中心 环形草坪区域 标了个M 一直这里留作建纪念碑 这个M 当然引起南军组织和团体的注意 一个由原南军老兵女性后裔组成的 南军女儿联合会 提交请验书 要求在南军陵区建立纪念碑 1906年3月4日 战争部长塔夫特 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纪念碑 由世界著名雕塑家 伊齐基尔设计 他本人也是原南军战士 伊齐基尔认为 这座纪念碑 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他谢绝了一切其他合同 全身心投入南军纪念碑的创作 南军纪念碑也成为伊齐基尔 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雕塑 伊齐基尔没有索要任何设计费 仅收取公本费 还垫付一些欠缺的加工费 伊齐基尔去世后 就埋葬在南军纪念碑脚下 但他墓碑的名文 只字未提 他是纪念碑的设计者 他更愿意一个 普通南军战士的身份 和他昔日的战友 长连在一起 1912年11月12日 纪念碑奠基 当天晚上 在南军女儿联合会举行的招待会上 哥伦比亚地区分会主席 巴特表夫人致辞 我们相信 纪念碑的建设 将成为重建国家团结大厦的基石 这时已经是总统的塔福特 在招待会上讲话 塔福特说 在内战中 我们双方都显示了最大的勇气 并做出不畏的牺牲 没有一个 有一点民族自豪感的南方 或北方的儿子 会不珍惜这一宝贵的 共同的历史遗产 1914年6月4日 举行南军纪念碑 接碑典礼 所有国会预言 出席典礼 南军女儿联合会主席 斯蒂芬斯夫人 代表联合会 将纪念碑 终于献给所有美国人民的礼物 交给总统威尔逊 北军和南军老兵 在昔日敌人的墓前 送上花圈 象征南方和北方的和解 这也是纪念碑的主题 总统威尔逊 发表了题为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的讲言 总统在演讲中说 我宣告美国历史上的这一篇章 已经过去 已经结束 请大家和我一起面向未来 忘记过去的记忆 走出昔日的纷争 要知道 我们曾经血见对方 因此我们更能彼此正视 和相互钦佩 上篇 也似乎遇事和解之路 仍然卖出 一场毫无预兆的暴雨 就在总统演说 即将完结时 清晰了 总统不得不缩短了他的演讲 揭杯仪式也提前冲冲结束 然而 揭杯碟里仍然被认为 获得巨大成功 他将内战双方战士和平民 团结在一起 缅怀他们共同的 美国同胞的牺牲 纪念碑揭杯后 历届美国总统 都会在国商日 向南军纪念碑献花来 也有些总统拒绝这样做 这一传统也一直饱受争议 作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 奥巴马上任后 更面临两难选择 2009年 数十位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上书 要求奥巴马摒弃这一传统 奥巴马本人对此 未做任何评论 不过他在向南军纪念碑献花的同时 也开创新传统 向位于华盛顿的内战非一美军战士纪念碑献花 这座纪念碑专门纪念内战时 北军中黑人战士所作贡献 关于南军纪念碑的争议 与繁荣强盛顺的必有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